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進入磁界的姻緣 回首應該是女兒啦 女兒的姻緣啦 因為戴衣的時候她就自己 就自動加入磁青社 一當中我跟她在心裡說她在顧外面 我心裡面真的 我很起反彈 你家裡都不顧 你只顧外面 這樣叫做孝順嘛 在有一次她半夜 半夜她急性長眼 花高燒 陪伴磁青的師父師伯 一聽到女兒的生病 就趕快開著車帶她去掛急診 我真的非常感動 人家給我女兒的愛 我會把這個愛傳出去 陪伴磁青的時候 我也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以媽媽的角色 媽媽心去疼愛 我發願說 只要有一天在 我一定是陪伴到 我不能陪伴為止 這幾年來承擔幹部 覺得說 對自己的會命在成長而做 以法入心來承接功能來講 你就會很翻新 不是說 人家給你讚嘆一句 你就要來做 還是說 因為別人給你批評一句話 你就會退轉 或者我們都不應該是要這樣子 我們一定要是 叫做什麼叫做 福慧雙修 然後少年一直說 我們只是都是在鋪福這一方面 慧呢 智慧 慧的這一方面一定是要 一定要自己去耕福田 才能夠起那個 起慧耕 進來吃進 比較了解 因緣 因跟果 這業力的互相前移 給我的受用真的非常的多 我自己認為說 我這一條路 收穫很多 我一定會繼續走下去